就是目前国费S1的小女孩胜率87.21 我的天哪 现在已经是10月2号的11点16分 不对 13点 1点16分 这新赛期已经过去好多天了 87点几的胜率 你们是认真的吗 我来看一看 这把的话对手是割据 然后球手这边的话呢 这套阵容是个偏速修 没什么打架能力 这边的话是板间交电 一个板子砸纵 有一说一我肯定不能看好这套阵容啊 哪怕球人这边胜率很高 但是呢 我看好这几个求生者 因为现在 他们 我看到小女孩是6接1啊 所以说还有可能是4黑 因此4黑小女孩 再加上她的胜率这么高 我有理由相信啊 他们的配合默契无间 再加上这个顶尖操作 战胜割据嘛还是有点可能的啊 还是有点可能的 这边的话看囚徒 但囚徒被抓 说实话要保活这个囚徒怎么保呢 小女孩来嘛 国一小女孩你也保不动啊 拉拉队员来嘛 拉拉队员也没啥好保的呀 割据这边闪现没有交掉 这个开局我说句实在话 割据保平真胜不为过吧 我已经非常收敛了 这个局割据保平真胜真的非常收敛了 讲道理这个局正常来说 这个开局我觉得三针四的 三抓针四抓的一个局面 小女孩没动静 拉拉队员也没动静 傭兵过来卡万救一波 救完再说 救完再说 先看这一波 人救下来没什么太大问题 球都说六个电 这个电要不留着打第二波吧 第一波好像不是特别 特别有必要去交这个电 因为跟博命重敌 当然如果这个电能换出一个闪 直接闪 大哥你这也是有点有点狠的 直接闪 闪完以后的话 这边博命还没有结束 我躺二楼最远处 托你一会挂的时间 待会小女孩来救 还是拉拉队员来救 这边拉拉队员把佣兵状态补好 目前来看球者这边 还没有任何的想要去 拔高上线的战术安排 就正常救着 然后补状态 确保自己的一个下线的 一个思路打法 密码机的总量呢 差的真的蛮多的 这个局 即便球图真的266起来了 我感觉这球图也不太可能 活着到开门站 但是我还是蛮期待 球这边动一动的 对吧 毕竟我们是来看 国服S1小女孩 她的一个 就这种一定要配合 四黑或者说 就顶级的配合来看 要不然小女孩 这个角色很难 发挥出她的作用 球图现在的话 手里面有电 不知道有没有飞轮啊 板子拍掉 现在你是没有闪现的 好 往前走 前面还有一个 关键型的板子 这边这个电 哎 哎 哎 等等 啊 不是前面还有块大板呢 这没想 按错了 按错了 这按错了 遭老罪了呀 总量灭马 鸡三台半 现在来追谁 小女孩在这边等着你 知道你会来找我 左右晃 左右晃 感觉你从后面来 我往外面走 一波拉点拉开 可以 那这里的话 就这波拉点就拖了 格局得有个十来秒 后续的话呢 纸片封个口 提前封 来斯 封你的口 我还有位移 板子拍掉 拖是拖的不错 但是确实是刚才 那边那波太可惜了 哇 这边还断一手隐喻 哎 真不错 也不愧是SE小女孩 这牵制 她的纸片交的这个实际点 然后每次都能够让她 比较顺利的进到 下一个交互点 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 熟练度 熟练度 这个熟练度是绝对够了 追完以后 小女孩三张纸片交完 格局选择放弃 那这个格局等于说是 前期她赚到的优势 在这一波是 在追小女孩这个点上面 还回去了 还回去了 因为她在小女孩身上面 是一刀没拿 一个抽刀 拿一撕 傭兵外面重新 起单机子 小女孩这边的话也在起 机子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然后这局的话 你还真别说啊 这局有一个什么重要的关键点 就是这三个人 小女孩 拉拉队员 道具是可续的 傭兵现在蛮状态 手里面有两个护臂 这把三人开门战 凶者还蛮强的 当然就是格局这边手里有个闪现 你说这把33跑是不太可能的 甚至这个局其实我觉得还是大概率的一个多抓 还是大概多抓 反正关系地压室 只是呢 确实是你有一点点期盼了 你有一点点就是盼头了 待会中间一波神操作 看看这边傭兵过来落几刀 骗 这个护臂也得交 这个护臂也得交 血线的话 这边还是比较 骗下来 好的可以 血线的话 这边还是比较充裕的 这个时间 人救下来 怎么说 拉拉队员直接就要加速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边 吃刀 密码直接点亮 两个人往外冲 傭兵的话 居然一个护臂也就要手里 留着两个护臂 并且还有一波加速可以用 拉拉队员这里的话 一个板弹加速 割据 这边现在的话 目前没时间就要闪现 诶 诶 等会 刚好这边一波加速 还好没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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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了倒了倒了 还没倒 脱够了 脱够了脱够了 本来这个闪现交的 其实拉拉队员这边 就算倒了 也是一个平局 小女孩这边离门比较近的 门点开了 开板子 走了 这把的话 属于是什么呢 这三个求生者 都做到了一个完美的牵制发挥 改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